信用卡的費用 金額是20萬022塊 因為我們有22塊的零錢 所以我就想說 反正22塊沒繳而已 網友卡費零頭沒繳 感覺無傷大雅 沒想到收到帳單 嚇出一身冷汗 結果這個月收到的帳單 竟然有一個利息 是1200多塊 我們22塊沒繳 等於付了50幾倍當利息 確實影片引發熱議 不少網友驚呆 直呼這是高利貸了吧 但也有人說 每間發卡銀行計算不同 的確有可能以每繳清 來計算當月利息 只要你不是全額繳清 有遺留下上面的金額的話 那這遺留下來的金額 就會被記入所謂的 尋規利息當中 影片中來講一定是 要嘛就是有累計 或者是可能他是不知道 等了多少期才出現這個金額 專家表示我國信用卡 罰訂年利率不得超過15% 除非每個月都有未繳清金額 就可能會收到累計高額利息 或違約金 另外連帶信用 也會被扣分 常見的扣分行為 除了欠卡費 直繳最低金額外 最嚴重的就是欠繳被停卡 假設已經被銀行強制停卡 連徵紀錄大概會多7年左右 等於是這個不明映的紀錄 要跟著你跟著7年 把握每個月賬單 都有繳清能力就沒問題 信用卡沒有說明書 卻是把雙面刃 用得好變財富 用不好不但成為累贅 還讓自己在不知不覺中信用破產 記者楊潔飛亞橋台北報導 香港旺角的藥店密度比便利店還多 華人出國總愛買些藥油或是當地流行的藥物 香港海關週日採取行動 在旺角一家藥店逮捕兩名店員 大陸旅客舉報 藥店向他推銷中藥財 期間讓他誤解為已經濟 但實際是以前算 價錢相差了160倍的約8萬台幣 並迅速把中藥磨成粉長坡購買 四組最終付了約6萬買了一部分 海關人員帶走部分藥材等證物進行調查 店員謝嫌以不當的方式 銷售中藥材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海關提醒旅客懷疑受騙 要儘快舉報 他們需要保留他們的單據 還有盡快找我們海關人員 去調查他們的案件 謝市的藥店週一造場開門營業 仍然有不少人進店購物 藥店這麼多該怎麼選才不受騙 其實香港只有這個標誌 才是真正有藥師稱為藥房 其他藥方 藥行 所謂政府註冊免稅等 只是取巧的開店牌照 香港本來絕大部分商品也是免稅 黑店比較多發生在這類商店 以上是祝香港記者李敬華的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前面這檔主席 西市民的肝癌復發 15日凌晨因病逝世 不過肝癌走期幾乎沒有症狀 所以被稱為沉默殺手 慢性的肝癌出現纖維化到肝癮化 以及到最後已經出現了肝臟腫瘤 50年來我們許多台灣人 所面臨到的狀況 肝癌是國人耗發癌症第四名 更常位居時代 癌症死因第一或第二名 耗發族群包含45到65歲男性 B型肝癌以及C型肝癌患者 及癌症家族病逝者 佔最多的還是以B型肝癌 脂肪肝會是下一個世代 導致肝癌最常見的原因 除了肝癌以及遺傳之外 其實吃下黃蠔毒素污染的食物 以及喝酒都會增加罹患肝癌的機會 除此之外 不少疾病都和肝癌緊兆很類似 真的很難預知 一開始他出現的症狀 跟我們身體其他的疾病 比如說是糖尿病 比如說是慢性的腎病 都非常難以區分 我們建議是起碼每半年 就要做一次固定的追蹤 醫師提醒等到有症狀時 像是出現上腹部脹痛 食慾不振 體重減輕 發燒 以及黃膽下肢水腫腹水等 甚至急性腹痛 已經是晚期 難以治療 該檢查除了抽血之外 像是腹部超音波 算是比較有效的檢查 高風險族群 千萬別疏忽 第二點正點與上行問題 特別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疫苗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